那么第二个这个华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呢 就是我在美国积攒的这些财富 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最这个省钱的方式 最这个顺利的这个方式 可以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一般常见的呢 有四种方式 赠予 遗嘱 TOD Transfer on Death 最后一种就是信托 一共是四种方式 那第一个方式就是赠予 傻白甜的方式 什么叫赠予呢 就是我还在世的时候 把我的其中一套房产 过寄给我的子女 那这个方式叫赠予 那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遗嘱 遗嘱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方式 很多人认为我做一个遗嘱 我安排好了就可以了 这个是遗嘱 那第三种方式呢 是Transfer on Death TOD 它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把资产传给这个下一代 那它是在你过世的时候 把你的资产的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 直接传到给下一代 那第四种方式呢 是信托 信托它是一个法律文件 这个是最完善的一种传承的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从六个方面来分析 这四种方式的利弊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四种方式 到底是不是可以避免遗嘱法庭的认证过程 那首先赠予 赠予是可以避免遗嘱法庭的认证过程的 因为我在世的时候 就把这个资产传给了下一代 所以根本没有进入遗嘱法庭 不需要经过遗嘱认证法庭 那么第二点就是信托 如果您只有一个信托的话呢 你的孩子还是要经过遗嘱认证法庭的 那第三点Transfer on Death 就是我在过世的时候 我的这个资产就已经传给了下一代 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经过遗嘱认证法庭的 然后信托 信托 信托也是 信托和Transfer on Death 是一样的效果 如果你有了信托 那么你的资产 你的孩子是不需要经过遗嘱认证法庭 可以顺利地进行继承你的资产 那么这个第二点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房产增值税的起征点 那很多父母就会考虑到 哪一种继承的方式 传承给我的子女是最省钱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赠予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一对父母他在十年前买了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当时的市值是一百万 然后现在把这个资产传给子女 现在的市价是两百万 然后这个子女在过了两年之后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卖出的价格是两百三十万 那如果父母以赠予的方式 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孩子 那么这个起征点就是一百万 所以孩子在卖房子的时候 是这个两百三十万 那他就要针对这个一百三十万来缴税 移住的方式呢 它的起征点呢 就是现在我这个 比如说今天这个父母过世了 那么现在这个房子的市值是两百万 那么孩子在过两年之后 把这个房子卖掉是两百三十万 那他只需要对这个三十万进行缴税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transfer on death 还有这个living trust也都是一样的 在继承时刻发生的那一个动作发生的时候 房子的市价是两百万 你在卖房子的时候是两百三十万 所以你只需要对这个三十万进行缴税 所以总结下来来说 赠予是最不划算的 那其他三个方式呢都是一样的 那第三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这四种方式 我这个继承到底是何时发生 那首先第一个赠予 那么我们赠予即刻就发生 我现在还在世 我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孩子 那我马上这个继承 这个传承 还有这个所有权的转让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遗嘱呢 是在你一个人过世的时候 这个继承才发生 transfer on death 也是你在过世的时候 传承才发生 那么信托就不一样了 信托是我今天签字 今天就生效的这么一个文件 所以信托里面会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我过世的时候 我的财产如何分配 如果我突然变成无行为能力人了 谁可以去管理我的资产 所以它是比较完善的一种方式 它是最完善的一种方式 来规定 谁可以去管理您的资产 谁可以去继承您的资产 那接下来大家关心的就是 我以哪一种方式传承给我的子女 是最有保护性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资产 传给我的孩子 但是呢 我又不希望他把这个资产挥霍掉 或者说是这个 他没有这个经济概念 他可能口袋里面 我给他这个留有几百万 那他可能会挥霍掉 或者是他去吸毒 或者是去这个全国各地旅游 可能没有去花很多精力在自己的这个事业上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他有可能过早地结了婚 然后呢 从我这里呢 继承了几百万 对不对 那他这个第一段婚姻有可能不幸福 那么他如果离婚的话呢 配偶呢 很有可能去追溯 他这个婚前的这个资产 有一部分呢 是用于婚后了 所以呢 他有一部分的资产可能会被告走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孩子呢 可能太小啊 他如果比如说出去今天开车 不小心把别人撞了 或者是惹上官司了 有别人来告我们了 如果父母呢 留有几百万给孩子的话呢 那这个债权人一告就是一个准儿 那这前三种方式都是没有保护性的 把资产留给孩子啊 例如这个赠予 遗嘱 以及这个transfer on death 那这种方式呢 都是非常直接简单粗暴的 把所有的资产直接就传承给你的孩子 而直接就直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呢 就是我的钱 我没有办法去防止我的这个配偶 也没有办法防止我的这个债权人 他们都有可能会把我这个口袋里面的钱 要告走 那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信托的方法 它是可以有保护性的 把资产传给孩子 可以帮助他来防止这个离婚的配偶 或者是防止他的债权人 来塑集这一部分的资产 那下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资产是不是有可能增值 就是说我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承给我的子女 我现在传给他的资产可能只有100万 但是呢 有没有增值的空间 可能会不会两三年之后 他会增值到200万或者是300万 OK 那以赠予的方式呢 那他是没有这种增值的可能性的 我100万的房子转给我的子女 那他就是100万 他如果挥霍掉就挥霍掉了 那第二种方式遗嘱和第三种方式 transfer on death 都是直接的传给这个孩子 他是没有这个增值的空间的 那当然只有信托这一种方式 是可以有增值的空间的 比如说信托里面 您可以规定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资产管理人 由这个资产管理人来帮你的孩子 去管理这个资产 比如说您现在留给孩子的资产是100万 然后你的资产管理人 可以在你的这个指令下去做一些投资 可以做房产投资 或者是买这个SP 500 或者是买这种CD 这种比较保守的投资 所以等在孩子成人了之后 或者是在这个你设定的年龄之后 你的孩子呢 他可以直接继承你的资产 到了这个你指定的年纪的时候 你的这一部分的资产可能会从100万已经涨到了500万 所以最终获益的还是孩子 那最后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呢 就是我的隐私 这个作为赠予的话呢 当然你是不需要经过遗嘱认证法庭的 所以呢你的隐私是会被保护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你有多少资产 遗嘱是没有办法避免遗嘱认证法庭的 所以以遗嘱的方式传承给孩子的话呢 你是基本上是没有隐私的 因为大家要去开庭 所以呢所有人都可以知道 你这个名下到底有多少资产 然后transfer on death 也是保护你的隐私的 因为他不需要开庭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信托 信托因为他可以完美的去避免遗嘱认证法庭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也是保护你的隐私的 这个隐私是否保护隐私呢 这个是大家最不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华人他可能 就是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觉得我可能过世了就过世了吧 那这个隐私有没有被侵犯到 也无所谓 这个跟我们这个生活生活习惯 还有我们这个成长环境有关系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 可能大家没有任何的隐私 但是其实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中国的华人 大家也应该去知道这一点 有我的很多资产的 我是有一个隐私权的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个我有多少资产传承给我的孩子 其实保护隐私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总结下来呢 这个信托呢 它是唯一一种办法 既可以摆脱这个遗产认证程序 同时保护你的隐私 并且是在这个最低的这个房产增值税的起征点 同时呢有这个保护性的将你的资产传承给你的子女 你的子女呢是可以利用这个你的这个铺里面的钱 如果有紧急事情的话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挥霍掉 而且呢您留给孩子的资金呢 也是有一个上涨的可能性 在你不在世了之后呢 你的这个资产管理人可以将你的资产继续的这个 让他继续的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可以将最大的利益传给孩子 同时呢作为信托来说呢 还有一个好处 在信托的这个package里面呢 我们会帮每一个家庭做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family inventory list 那这个family inventory list呢 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资产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会有写你的房子 有几套房产 在哪些银行里面开的账号 甚至是你的这个life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policy 它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个详细的单子 我妈妈之前就做这么一个详细的单子 所以她就会有告诉我 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呢 你要去找谁谁谁 你要去找哪个保险公司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孩子他是非常清楚 你的这个生前的资产的 不至于说是如果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 大家手忙脚乱 也不知道这个资产到底在哪里 我们这个子女可能还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找这个life insurance policy 或者是去做一些google search 才能找到搜集到所有的资产 所以呢这个family inventory list呢 它是给您一个机会去把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资产的信息呢 都汇总到一个地方 非常的这个organized 因为可能这个 比如说我婚前的一些资产 可能我先生可能也不知道 我婚前的资产在哪里 或者是我在美国生活和发展这么多年 可能我在国内的父母 他也都不知道我在美国有哪些资产 所以这样的话呢 继承起来或者是要去法院 去走这个程序就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在我们这里做遗产规划的 我们都会给每一个家庭 做一个非常详细的family inventory list 然后在此之上呢 我们会帮您做funding funding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信托它做好之后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保险箱 那这个保险箱是空的 是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保护的作用的 你是需要把你家里的资产 个别的资产或者所有的资产 要放进这个保险箱里面 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更名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房产更名 或者是银行账号的这个 要去改这个beneficiary life insurance要去改beneficiary 这个就是一个把房产放在 这个living trust的保险箱里面的 这么一个动作 那这一块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 这个unlimited guidance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指导 或者是你们可以让我们律所来 帮您来做这一部分的工作 这样的话确保呢咱们这个living trust is fully funded 我们这个保险箱里面呢 是把所有的资产都已经放进去了 这样的话你这个保险箱 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 那大家如果对遗产规划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一般会承诺在24小时之内回复 希望呢大家可以为自己的爱人 和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个完善的规划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